二十六號傍晚 彰化秀水箱 有一名女騎士買完便當之後 切出車陣 要迴轉到對象的車時 對象車道的時候 與疑似逆向執行機車直接撞上 所信雙方都是輕傷 兩部摩托車發生碰撞 機車失控噴飛 衝到對象 撞到停放車輛 女騎士痛到倒地 舉大聲響 也嚇壞附近民眾 事發在二十六號傍晚彰化秀水箱 中山路上 女騎士疑似買完晚餐 鑽出車縫要迴轉到對象車道 卻與逆向執行機車對撞 機車碰撞事故導致四十歲 女騎士右手骨折肢體擦傷 而二十五歲男騎士 還能自行鎮起意識清楚 拒絕送醫 疑似為規駕駛使難貨 縱使原因仍帶警方進一步 厘清 則林易峰中華報導 Detective 精密館 我 television ホト